复兴航空在澎湖发生酷难 而今天一大早包括了交通部 民航局还有家属都分别从台北 以及高雄搭机前往澎湖 我们记者目前也在松山机场 来跟看我们看他现场的观察 君硕请你告诉我们 是的主播各位观众记者 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台北的松山机场 那么其实今天早在清晨不到5点的时候 就已经有大批媒体到现场等候机位的补位 因为这起事故呢 事发非常突然又造成死伤非常惨重 那包括台湾媒体还有大陆香港媒体 今天一早都大白长龙准备搭机 等候补位前往澎湖码工 那么除了大批媒体之外呢 处理翻事故的相关人员 包括刑事局的人员 还有礼仪公司也都到场 那礼仪公司我们特别注意到 他们也携带了很多准备装于遗体的袋子 以及简易的骨灰台准备飞往澎湖 那么据我们了解呢 这次搭乘这班班机的家属 乘客的家属大多会从高雄出发 那总共会分两批 那主要是今天早上6点第一批 在6点50分是第二批 那交通部长叶匡时 大概在6点左右 也到达台北搜山机场 准备前往马工 那他也特别提到说 这次的昨天的傍晚的天候状况 其实是符合飞行的标准 那么国军在第一时间 也已经出动展开救援 然后交通部也已经成立 跨部会小组要继续进行调查 那叶匡时也特别提到说 任何国际上的任何飞安事故 都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调查 那也希望外界可以给予 在更多的时间 以上是现场掌握到的最近情况 主播 好 美线军所刚才听到了 包括调查局 包括了民航局 甚至还有交通部 然后都已经前往这个澎湖 来进行研究调查的原因